当前美国国债的数量是越来越多,其爆雷的风险也跟着变得越来越高。 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世界上有很多国家都清楚手中不能持有太多美债了,需要尽快将其抛售出去,转而购入黄金等具有避险功能的投资品。 否则等到美债真的爆雷的时候,这些钱就直接砸在自己的手里。 然而,即便到了这样的情况,美国依旧迟迟不肯降息,将利率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 而对此,我国也已经做出一定的金融反击,那就是继续稳中有劲的抛售美债。 当前我国手中已经进一步降低至只有7707亿了,这对于美国来说可不是一个好消息。 我国手中美债数量最多的时候是在2013年到达了1.32万亿美元。 也就说,从这个时候开始,我国就开始逐渐抛售美债。 只不过,起初抛售的量比较少,而且经常会重新增持一点。 所以,当时并没有怎么引起媒体和公众的关注。 而差不多到了2023年的时候,我国抛售美债的数量越来越多。 此时虽然也会增持一点,但增持的量明显没有抛售的量多。 所以,我国手中的美债开始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迅速减少。 这时候,媒体和公众也开始对此有所关注。 截至现在,我国手中的美债已经只剩下7707亿美元而已了。 距离2013年1.32万亿美元到峰值,这十年来所抛售的美债量达到了四成左右。 以前美债的海外第一持有国就是我国,但现在这一宝座已经拱手让给了日本。 日本最近几年由于受到日元汇率不断贬值,国内经济发展状况不好以及全球金融形势不好等诸多客观原因的影响, 其手中持有的美债数量逐渐变多。 根据美国财政部所公布的数据显示,当前日本所持有的美国国债虽然近期抛售了一点, 但总额达到了1.1万亿美元,基本顶替了我国巅峰时期的水平, 同其他国家的美债持有量上,保持有较为明显的领先地位。 当前美国国债已经来到了35万亿之多了,为什么美国还是迟迟不肯降息? 要知道联邦利率长期维持这么高,只会让美债所产生的利息更多, 进而导致美债的膨胀速度变得更快,美国政府偿还国债的压力就变得越大。 虽然美国多次表示自己的经济和债务不存在问题, 然而,这明显人都知道这多达35万亿的债务,在配合上这么高的联邦利率。 美国政府想要偿还的可能性是几乎没有的。 美联储委员会主席鲍威尔,此前在参加欧洲央行的时候, 就曾经直言表示,当前美国的负债已经处在一个非常严重的状态了。 在这个世界上能够比鲍威尔更懂美国当前经济状况的人屈指可数, 连这样的一个人在公开场合上都提及美债的严重性。 这不就是在变相说明,美国当前经济确实存在着严重的问题。 既然美国的债务问题已经如此严重了, 为什么美国还迟迟不肯降息了? 早在去年的时候,美联储就传出要降息的消息, 然而直到现在都没有正式启动降息。 降息可以减少联邦利率,让美债所生成的利息变得更小一点, 让美债的膨胀速度也变慢一点, 这不是挺好的一件事情吗? 为什么美国就是迟迟不肯降息呢? 对此,美国官方所给出的原因就是其国内的通胀还没有压到位。 当初,美联储在开启这轮加息之前就已经放出话来。 如果不把国内的通胀压低到2%以下的正常范围内的话, 那么是不会降息的。 如今经过了多轮加息之后, 美国国内的通胀已经有所明显降低, 但依旧还在2%以上,依旧还没能完成美联储在最初锁定的目标。 但我们都知道, 美国开启加息的目的绝对不仅仅是为了压低国内通胀而已, 而是要挥动金融镰刀, 利用美元潮汐来收割他国资本, 缓解本国债务,高企问题。 所以,在一个体量较大的国家或者地区被联邦的高利率拉爆之前, 美联储恐怕都不会正式启动降息的。 而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最有可能被拉爆的, 莫过于拥有最多美国国债的日本了。 当前日元的汇率已经被拉爆突破161, 未来如果日本央行不选择干预的话, 那么将来日元的汇率将会继续走低, 突破200也是分分钟的事情。 美国当前所面临的经济困局是历史上所罕见的, 如果美联储继续维持高利率的话, 将会使得美国国债继续膨胀下去。 同时,也会引发其他国家的强烈不满, 包括美国传统盟友国、欧盟、日本和加拿大等等。 因为他们都知道, 美国这么无止境地加息下去, 就是为了收割他们的财富。 此前,在日元汇率无限接近160的时候, 日本政府就曾经违背美国的意愿, 足足掏出将近10万亿的日元去挽救日元汇率。 而美国这边也更是气得直接将日本列入外汇操纵国清单之中。 这件事情, 或多或少都已经影响到了日美之间的盟友关系。 欧盟和加拿大那边也已经纷纷选择降息, 目的就是不想让美元收割自己本国的资本。 而日本这边也恐怕不会坐视自己本国货币汇率, 这么无止境贬值下去, 其手中可是拥有1.1万亿的美元国债了, 如果它像中国这样大肆抛售掉的话, 那么对于美国经济的伤害将是不可预估的。 但如果美国在还没有收割他国足够资本的情况下, 就贸然选择降息的话, 那么将极大的反噬到美国自己身上。 美元将大幅度贬值, 国内通胀会飙上天去, 到时候美国恐怕就维持不了自己世界第一经济大国的地位了。 总而言之, 美国当前所面临的经济困局是十分严重, 身为财政部长的耶伦肩膀上的职责可谓相当重大。 面对中国正在逐渐抛售美债的应对策略, 耶伦恐怕也拿不出一些好的应对措施。 如果未来连日本也顶不住, 选择跟着抛售美债的话, 那么耶伦恐怕会变得更加焦虑, 更加地无计可施。 不管怎样, 美国经济目前就是一艘修修补补了很多次的大船, 随时都有可能因为再多出现一个漏洞, 而导致整艘大船彻底解体的风险。 北约警告中国不得原额后, 又放话或没收中国资产, 不符可以上诉。 据观察者网原银美媒CNN本月11号发布的报道, 有白宫消息人士向媒体透露, 北约官员们正在就收回中国在欧基础设施项目的可行性展开讨论。 消息人士称, 北约内部对于这项计划的讨论还处于早期阶段, 但是此前欧洲迫使俄罗斯出售在欧资产无疑是开创了先例, 倘若东欧与俄罗斯之间的战事扩大, 北约必须确保中国在欧基础设施不会被用于为俄罗斯提供物资援助。 消息人士还透露, 有北约官员毫不掩饰自己的嚣张气焰, 扬言中国大可以在事后向法院起诉言外之意, 中国无法通过任何和平手段为自己讨回公道, 值得一提的是, 美媒的这篇报道出现的时间点恰好是北约峰会闭幕。 今年的北约峰会除了邀请成员国的领导人之外, 还特别邀请了日韩奥新四国领导人出席。 因此, 峰会的议题, 一个是抗俄元乌另一个就是声讨中国。 特别是在11号召开的北约峰会闭幕记者会上, 身为北约画室人的斯托尔滕贝格公然炒作中国是所谓的乌克兰冲突决定性推动者。 他公然诋毁中国与白俄罗斯的陆军联合训练, 还妄称中国正在欧洲、 非洲以及北极逼近北约。 面对着北约毫无底线的倒打一耙, 我国驻欧盟使团发言人做出明确回应, 要求北约立即纠正对华错误认知, 停止煽动对抗, 停止鼓噪所谓的中国威胁论, 多为世界和平做实事。 不仅如此, 我们的王毅外长在11号同荷兰新任外交大臣费尔德坎普通话时, 就北约峰会涉华表态表明态度, 明确指出中方绝不接受北约对中国的无端指责, 并奉劝北约应当安分守己, 避免战略误判。 王毅外长还给北约画下了三部红线, 不插手亚太事务, 不干涉中国内政, 不挑战中方正当权益。 从一开始, 污蔑我国对俄乌冲突推波助澜, 再到公然威胁我国必将付出代价如金, 北约甚至连, 如何抢劫我国的海外资产都已经有了初步方案, 可见八国联军从未走远, 只不过是换了一张皮, 活跃在世间, 但这一次西方列强们明显是挑错了对手。 诚然, 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 为欧洲带去了价值数百亿美元的基础建设项目。 从程序上, 西方想要掠夺这些基建成果, 只需要一纸行政令就能做到。 但问题在于, 今天的中国可不是百年前那个任人宰割的东亚病夫。 北约固然可以用各种借口来掠夺中国在欧甚至是整个西方世界的投资, 但是相对应的, 西方在中国的投资也将面临对等反制。 只有一方受损的情况是不可能出现的, 特别是在近些年中国与西方频繁博弈的背景下, 北约应该非常清楚, 中国在维护自身利益时从不犹豫。 同时, 我们也可以看出, 当北约内部出现这种声音时, 恰恰说明西方已经彻底失去用武力压制中国的想法。 由此可见, 法国总统马克龙评论北约已经处于脑死亡状态绝非一时气化, 至于被俄乌冲突唤醒的, 只不过是一个行将就木, 徒有其表的冷战僵尸, 只需要一场硬碰硬的对垒, 就可以将其彻底扫入历史垃圾堆。